词曲 李宗盛 深入原著民族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祝国珍 大家好 我是石中山 布农是原著民族的布农族语人的意思 而名布农是成为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成为布农 必须要经过一段训练和学习的历程 是的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以布农族的山林知识为核心 通过山上的布农学校 带领我们一起来认识 名布农如何在当代 不断地透过我们的学习和实践 成为真正的人 这期节目介绍的书籍是 山上的布农学校 书中记录着布农族传统文化及山林知识 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东分署出版 而作者群是长年参与了内本路 霍松安家族内本路回家行动的成员 也是珊瑚礁学习基地的工作伙伴们 他们对于布农文化与山林智慧的传承 是极富使命感的 同时也更致力于向大众来推广 这份社会责任 为各位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葛珠 柯俊雄老师 吴宁朗 敏虎咪桑 两位主持人好 葛珠是布农族人 也是山上的布农学校的主编 目前在台东县军医国际教育实验高级中学 担任社会科与户外探索教育的老师 第二位来宾是洪广季老师 两位主持人好 洪老师是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副教授 毕业于台大森林系 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科学史博士 研究领域为科技与社会 科学史近代林业的研究等等 在山上的布农学校这本书 它是以明布农成为人 这句话来作为一个精神的核心 也因此在书中集结了 珊瑚礁学习基地的许多山林的课程 同时也包括了在地的人文与自然环境 以及祈老的山林知识与技能等等 那嘎杜老师当初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 想要来主编这本书呢 很难想象一个原住民 如果没有土地经验的话 他的原住民主体性的灵魂还在吗 那一直把台湾山林看作是荒野的 那如果缺乏对山林历史的这个理解 他如何去同理原住民失去土地的 这样子的一个无奈 所以我们在推这本书之前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十几年展开了 所谓的山林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工程 这些祈老带领着我们 那很多呢 这个祈老一个一个离开 所以我们如何把他们的这一个土地知识 把它保留下来 是非常急迫的这个事情 那刚好呢 这个近几年来 那个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 那跟我们一起合作 所以呢 刚好在今年 就把我们一直想要这个集结成书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望 终于呢 出现了 那所以这个记录了古老的土地知识的这样子的这本书 那对内 对我们自己族人来说 是一个自主父权的一个培养 那对外 那希望的大社会了解我们的明白 那在这样子一个明白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成为真正的人 然后呢 一起让这个岛屿的勇气一起努力 郭泽老师 一开始就提到我们今天这一集节节目的一个关键字 那就是珊瑚教学习基地 我们就接着继续请教葛杜老师 到底这个珊瑚教学习基地 它是什么样一种学习的空间 然后它跟我们族人之间有什么很特别的关联性吗 这个珊瑚教学习基地 我们称它为 在还没有成为呢 这一个推动布农山林教育的这个学习基地之前呢 那它事实上是这一个 为了保护里面的这一个台东书铁的保留区的护管所 那但是在更早之前 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它是内本路东段的清水住在所 所以从2019年 这个空间 从日治时期的住在所 然后到帐后的这个护管所 那一直到呢 2019年由在地族人呢 来经营管理的这样子一个空间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脉络来看 它是非常有这个意义性的 清水住在所呢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内本路事件 迫使呢 山上的这个内本路族人呢 被迫牵下来的时候呢 刚好这个以清水住在所为界 所以当我们现在在复返 在重返传统领域的时候 这个清水住在所刚好是作为呢 我们推动布农山林文化课程的 这个窗口 广泽老师 刚才港渡老师 已经帮我们梳理了 这块土地的一个变迁的 一个简史 它从早期是我们 布农族Mama Half的 这个旧社的一个所在地 后来在日治时期 它是一个清水住在所 然后国民政府来了之后 这个地方又变成是 我们台湾苏铁的一个保护区 那我不知道 您从学者的角度来去看 这样子的一种国家治理 它的安排 有什么样子的目的吗 从这个林业史的角度来看 就是各位都知道 台湾绝大部分的 这个土地是山林 那其实整个近代国家 它开始有系统的 去控制这个台湾山林 一直要等到1925年 就是有我们所谓的 这个森林计划事业 那在这个森林计划事业里面 主要就是有一群 这个林业出生的技术官僚 它开始用一个近代林业 把森林想象成资源的方式 去管理这一片森林 那也就是在 大概是在1925到1935年间 这一群技术官僚 它就开始针对这些森林 还有包括当中的原住民 去开始去做这个土地分区的规划 那也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 把台湾的中间那一部分先不算 就是把台湾的森林 我们分成 他们分成29个市业区 然后每一个市业区里面 都有所谓要存置林野 准要存置林野 跟不要存置林野的规划 所谓的准要存置林野 在那个时候的想法里面 它就是按照每名原住民 三公顷的这个逻辑 然后开始去替这个原住民 设置这个保留地 那所谓的准要存置林野 这个意思就是以药存置林野为准 来办理的土地 这也就意味着 必须要控制在这个国家的手里面 那这样子一个治理的一个逻辑 其实在1930年代之后 随着这个日本帝国被卷入了战争 就有越来因为打仗需要木材 打仗需要能源 打仗需要各式各样的这个林产物 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山林陷入了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开发 那到了战后呢 国民政府来的时候 他在这个日本殖民的这个遗产上面 其实又更集中的去控制 这个台湾的这个森林资源 然后也包括现在已经 生活空间很大程度上 被局限在准要存置林野里面的原住民 那这边就是要强调就是战后 国民政府对于森林的控制 它其实还要高于这个日本时代 那当然这个这样子一个准确这样子一个控制之后 大概在1960到1970年代这边 其实就是进入了这个台湾大量伐木跟造林的时代 也几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去重新去改造 台湾的这个森林地景 那当然大概在1990年代之后 就随着这个森林资源 它已经慢慢的枯竭 然后伐木林业这个也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 然后开始整个台湾的林业政策又开始走向保护 那刚刚这个就是内本路这一个区域的这个历史 其实也就体现出来这样子一个变迁 原本族人在山上在某程度上过着自己的这个生活 然后国家势力进来了 就开始要来控制这个族人的这个生活的领域 然后开始划设保留地 划设保留地之后呢 又随着这个深山资源 特别是这个水利 还有其他的这个林业的这一些利用保育的考量 然后就开始觉得山上有族人住在那里 并不是一件从国家的观点来看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就把再把它就把它牵出来 那牵出来之后这一片土地空出来 空出来然后这一些保育的这些专家们 又开始注意到这个苏铁的这个特殊的生物地理的价值 然后又把它化成保护区 那在这个过程中简单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土地的主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被排除出去 然后产生出来一种 好像是一个纯粹的荒野 一个纯粹的自然 但是实际上这一件事情 背后有这个国家的手 不停地在操纵跟规划 这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所以简单整理一下 我们其实很清楚 就是说在台湾不同时期的历史 那就是不同的统治者在治理我们 这块土地的时候有不同的思维 特别有趣的是你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在日治时期的那几个调查 我们都知道日治时期 日本政府在台湾从事了好几个大调查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领野调查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很重要的调查 例如像我们蚌族关系的大调查等等 所以这样子一路听你这样讲 台湾这样子的这个转变 特别对我们领野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们时间把它拉回到我们2019年 2019年我们就看到 现在这块土地就变成叫做 珊瑚礁学习基地 在你看来这是怎么样一种 国家治理上面的一个思维转变 我自己是森林系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 我在某个程度上 我也经历了这个林业经营 典范的这个改变 我是1994年进入台湾森林系就读 那那一年其实就是所谓 台湾禁法天然林的一个时代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禁法天然林之后 伐木它无论如何 是近代林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軸 那没有在经没有伐木 没有这一个林业在继续在运作的时候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也让这一些林业的主管机关们 他开始去思考 那我们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 其实大概就在我念森林系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听到有个呼声 就是说要把人找回来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卡杜老师的 这个常经营的这个内本路区域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你要去保育这个珍贵的书帖 在过去的逻辑里面 就是意味着要把人搬走 你才要留出一个纯粹自然的这个地方 然后由这一些专家们设置各式各样的设施 去好好的去保护 但是在我念书的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就可以体会到这整个典范就开始产生转变 你真的要去好好去保护这一些珍贵的书种 真的要去保护这一些稀有的这一些地景 重要的不是把人排除出去 而是把过去曾经的主人再把他邀请回来 然后试着透过各式各样的制度设计 甚至去让这一些过去的主人 他可以变成是一个资源管理的一个主体 而不是只是传统灵业认为的影响因素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 卡通老师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他也完全体现了这个把人赶出去 现在再把人再邀请回来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希望他可以变成是一个自然资源的 一个管理的一个主体 而不只是一个因素 是 透过刚才的分享 我们了解到这本书 不仅提供了布农族人 明布农成为人的心智锻炼之路 同时也提供给一般社会大众 认识山林生态 学习在地知识的知识之窗 路交织着不同时期的痕迹 如果走在古道上 可以试着观察 没有青苔的薄坎 碟死 被锯断的树木 干扑状况等 仰路的痕迹 而有些修复地段 会随着人的踩踏越来越扎实 但是路上也会出现心崩塌 因此古道修复不会一劳永逸 唯有人们持续走 才会越来越好走 近年来出版了几本 以内本路为背景的著作 其中包含着2017年出版的 古鲁玛哈内本路 寻根踏水回家路 2022年的绘本 古鲁玛哈回家吧 与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 山上的布农学校 都是由感度所参与编辑制作的 是 感度老师 在这本书当中 花了很大的篇幅 从不能族人的视角 来谈台湾的历史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感度老师 跟我们简单谈谈 我们布农族人 究竟怎么理解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当西方正如火如土地 展开工业革命的时候 那同时也是展开殖民扩张的 一个大的背景 那同时 当时台湾在清末的时候 那也因此被迫开港 然后在此时此刻 十九世纪中叶的同时 布农族郡社群 悄悄的南迁到 最南边的 这个Libuno这个地方来 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 来到内本路这个区块 那原本是自给自主的 这个自有的天地 那改朝换代之后 那进入到日治时期的时候 那才开始产生了 根本性的这个改变 那尤其是呢 这个平地汉人社会 这个这些武装反抗 那大多搞定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很多的基础建设 都已经呢 这一个替殖民母国转亏为盈了 那现在呢 剩下呢 还有一大半的这个 在中央山脉的 这个一大片的空白 所以这个时候就交给 第五任的佐久坚佐马太 那因此呢 他接手之后啊 那他要展开呢 所谓的这一个 李帆的一个政策 那尤其是从呢 1910到1914 他会用五年的时间 把呢 这一个大片的空白呢 一个一个并吞在呢 殖民版图里头 所以在他的这个 整个方向呢 那先解决了北方 北方就是我们范称的 所谓的这个有文面的 这个范泰尔族群 那他们非常漂亮 那再来呢 这个中部以南的 所谓的南方 包括呢 这个布农族啊 台湾族跟卢凯族啊 那因此呢 他的这一个步骤呢 就是先要求呢 部落的这一个枪支呢 这个没收 所以当然引起呢 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反抗啊 因为枪支 你被没收了 那紧接着你的土地就没了 那你的这一个生活方式 你的信仰观念呢 这个很自然而然就 这个消失了 所以适时的要呢 这一个反抗 所以一直到呢 1914年 最大规模的 这个太鲁阁 它可以说是战役了 它可以说是战役了 所以在呢 最后一年呢 这个一直整个 七八月 六七八的三个月的时间呢 被增压下来的时候呢 接下来重心就要转移到 中部以南了 中部以南 所以很快的呢 在呢 这个十月份的时候 爆发了 所谓的 排湾族跟卢凯族的 所谓的南方骚乱 或者是这个南方事件 那但是呢 很快呢 这个被强力的 这个 现代武力的 镇压下来之后呢 接下来重心就要转移到 最后的 这个布农组的 这个区块了 那所以呢 在一九一四年的 十二月份的时候 一连串的 涵盖 只要涵盖在 布农组的 这个 这个流域 包括呢 这个老农稀 包括呢 这个 新屋里稀 那包括呢 这个 拉库拉库稀的 这个支流 清水 那 布农组呢 展开 这个主动的 供给的这样子的 一个行动 那所以呢 隔年 隔年呢 尤其呢 爆发呢 规模 在布农组里头呢 非常大的 所谓的大分事件 因为大分刚好是在 拉库拉库稀的 这个上游 那它是呢 整个布农组南迁 重要的一个重巨战 所以呢 连这边呢 这个都产生了 这一个 攻击的这样子 一个行动之外 其实无赌有偶呢 包括呢 这个老农稀呢 也同步 所以 在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之下 当时呢 这个才惊动了呢 各厅 各厅只要管辖到呢 布农组的 这个各厅的厅长 赶快要求呢 山上的这个 日本警察 赶快下来 赶快下来 然后呢 这个在东边的部分呢 从这个 花莲港厅的 这个玉里 那一直沿着 中央山脉呢 拉呢 这个通高压电的 爱永线 一直到呢 我的部落 也就是呢 这全长呢 90多公里 另外一个 这个西侧的部分 也从现在的 桃园 桃园里 然后呢 一直拉到呢 你要往茂林的时候呢 会经过大京 那也是拉了这个 50多公尺的 50多公里的 这一个 高压电的爱永线 所以一溪一东呢 把布农组 给包夹起来 那强制呢 要求呢 采取封锁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逼时呢 在里面的 这个布农组 干脆怎么样 出来归胜 那但是很抱歉 到1916年之后呢 并没有达到 很好的效果 甚至呢 在1917年的一月份呢 甚至往北延伸 引动了 这一个 丹大事件的爆发 所以让呢 当时的这个 总督火大啦 当时的总督是呢 这一个 杰细呢 佐久娟 佐马太的 就安东甄美 安东甄美火大啦 这个时间是在 1917年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值世界第一次大战的 这个背景 而且当时呢 对所谓的 张老的开采 需求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战争的时候 需要呢 这个火药 当做呢 这个敌火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经济市场的 这个需求之下 那要求呢 在最短的时间呢 把呢 这个最后的 这个空白呢 给搞定下来 所以 在1916年 重新update的这一个 台湾翻地地形图呢 那最后的那个空白 最后的那个空白 就是呢 这一个 南部的这个布农组 那还没有呢 出来归顺 所以当时这个 安东甄美呢 要求 各厅的 只要管辖到 布农组的厅长 包括呢 南投厅厅厅 花莲港厅厅厅厅 台东厅厅厅 还有呢 阿高厅厅厅厅 阿高厅厅厅厅厅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屏东啊 各厅的厅厅厅 还有呢 各个警务課的課长 全部呢 到呢 这一个总统 现在是总统府啦 当时叫总督府啦 来呢 这个召开南藩协议会 那最后呢 这个做法就是 干脆怎么样 开路 缴翻 所以呢 这个游北的部分 从19 这个19年呢 那从东浦呢 拉到这个义里的 这个八通关 这个警备道 在1921年的时候开通 另外呢 南边的部分 也一样沿着呢 这个鹿野溪 在1924年呢 开早呢 这个东段的部分 在1926年呢 那整个 一东一西的这个爱永县 一北一南的警备道 把这个最后的空白呢 团团的这个围住啊 那过没有多久呢 1930年爆发的 惊动中外的物色事件 物色事件结束之后啊 那对整个山区的原住民呢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重新思考 到底呢 对山区的这个原住民的治理 要怎么去这个进行 如何达到最有效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隔年1931年呢 推出了所谓的新的礼藩正刚 那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呢 就是呢 集团一住 那所以呢 在呢 这个整个三零年代的这个大海的背景 从北到南 包括呢 当时的内本路 那我们内本路是在1932年的时候呢 开始启动 这个集团一住 往山下呢 这一个移动 那所以 我的母亲当时呢 才三个月大 被呢 阿嬷背着 那从呢 这个井背道 到呢 这个山下 然后当时是迁到哪里呢 那是迁到呢 隔着 北南溪对岸的海岸山脉的 阮山 那一下子呢 从主要的海拔 一千到一千五之间的 这一个内本路 迁到呢 海拔三百 上下的 很多人不适应啊 不管是灭籍还是祸乱 所以呢 其中有一个家族 特殊赖南家族的 海拔 他自己呢 两个小孩 也接续呢 这个style啦 所以按照布农族的这个 孟詹 所谓的Dexak 这个不是呢 这个应许之地啊 所以呢 他打算呢 展开了这个重返行动 所以在1941年3月9号 然后呢 展开了这个重返 对 相信那段过程 这段历程 真的是非常的艰辛 相信有很多 也是令人很伤心的故事 而它的关键就在于 集团移住的政策 所以想请问广继老师 到底这个集团移住 它这个政策的目的 还有它的特征是什么 关于集团移住 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 如果各位有兴趣 想要了解 更清楚的图像 还是推荐各位去看 这个中山大学 社会系老师 叶高华 最近出的这个 强制移住 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那我这边就大概 说一下 从我们这个林业的观点 其实刚刚有提到 这个森林计划事业 森林计划事业 森林计划事业 其实它背后的一个逻辑 还没有那么强大的 这一个要集团移住 几乎是把部落连根拔起的企图 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企图 但是物色事件之后 它其实某程度上 它就让这一些总督府里面的这一些 移住派 你可以这样说 就是这些要连根拔起的这一些 相信要连根拔起才是最终的这个对付原住民 知道的官员们就开始振振有词 就是说OK好 你看放在山上就是没办法管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搬出来 那物色事件就加深了这样子一群人的这一种 这个移住派的这个森宴 所以就其实就开始物色事件之后 真的相较于193年代之前 确实是可以观察到 特别是住在比较深山 然后它的坡度很陡峭的这一些部落 那当然布隆族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开始变成了是我们所谓理藩部门的 这一个想要去针对的对象 那那个背后的一个逻辑其实是 就会希望把这一些族人 把它迁移到这个浅山地区 然后希望开始改变他们这整个的生活方式 连根拔起到这边打掉虫链 基本上那个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那空出来的这一些地方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规划 比如说1937年12月 就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国立公园 台湾就开始出现了三大国立公园的规划 那也这其实就是意味着这个整个山区 这种登山油气 这整个风气的这个兴起 那开始越来越进入这个暂时体制之后 又开始去构思比如说像水利发电 那水利发电 这其实也牵涉到这个内本路的一个 一个迁徙的一个过程 因为水利发电很重要就是要有水 水的话就意味着在这个河流的上游 必须中上游必须要有良好的这个森林覆盖 那从这一些殖民官僚的这个见解 就会认为原住民这个传统的生活方式 山田烧肯 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在破坏这个森林 从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 自然资源管理的观点 那森林被破坏了 就意味着下游的这个水利发电 它会受阻 所以这个又跟这个集团移住的这个企图 又连结起来 然后到最后它就变成的是一个 既定的政策 那基本上也就可以说就是 到了这个日治末期的时候 曾经就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 心脏地带活动的 特别是布农族人 到大概就变成的是这个总督府 针对的对象 一批一批的就把它牵出来 然后中间的这些山区就开始 资源就投入战争 投变成能源 变成各式更耳铃产品 就大概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样子 1941年内本路的族人 搬离了祖居地 但象征生命初始的地方 却永远都在 四个一家子 过往的山林生活 和这段迁移的血泪史 却逐渐被人所淡忘 直到2001年 内本路后裔才再度发起了寻根之旅 找回了那些早已埋没在深山云雾中的旧部落 1941年 内本路事件发生的当时 他们才十几岁 如今 在踏上这块土地 已经时隔六十几年 一下直升机 其老们走在当时 内本路核心区的寿 住在所 他们很有默契地 朝东方前进 到他们曾经就读的 帆同教育所升旗台前 脱帽唱日本国歌 边唱边哭 他们万万没想到 六十年后 竟然可以回到他们出生时 埋葬几代的地方 盖图老师在书中提到 希望透过就是 有布隆族的观点 诠释的角度 来去建构一个 具有我们原住民主体性的 一个空间地图 那当初有这种想法 是怎么来的呢 刚刚提到 1941年的 这个内本路事件之后 那当时台东厅的这个厅长 那为了呢 不要让这个布隆族 再次重返的一个可能 所以呢 在整个事件过后 那要求呢 所有的还剩下在 内本路山区的布隆族 全部呢 这个清空 所以什么时候呢 这个很有主体意识的 我是这个土地主人 然后再重返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那2000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当地的 不能文教基金会 那推动了 这个传统领域的调查 然后就是我们俗称的 所谓的部落地图 是由民间自己呢 由下而上的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来自于呢 这一个1970年代的 北美五大湖区的 印第安他们 那他们透过呢 这个奇老的口述 然后呢 文献的扒书 还有呢 实际的踏刊 把这里的河流 耕地 猎场 圣地 用自己的 这个族人的观点 来命名 建构呢 所谓的这个部落地图 那这个部落地图呢 它唤醒了 这个族人 对这个土地的一个 空间的一个主体性 然后作为呢 未来跟政府 进行所谓的 这个 自然自然共管的 一个可能性 甚至进一步呢 作为未来自治的一个 重要的这个基础 所以这样的概念呢 在 2001年 由不能叫基金会呢 我们开始呢 展开重返 开始呢 带着呢 这个GPS啦 那时候 当时我还是 小鲜肉的时候 身强体壮的时候 那每一次上山的时候呢 就是呢 当然之前已经 询问过老人啊 他的这个口述的记忆啊 还有呢 文献的扒书 然后呢 开始背呢 那种庄 通常都是要呢 一个礼拜以上的时间 在山林里头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去找 那终于呢 这个在2002年 初的时候 那几乎呢 主要的这个聚落呢 都已经被我们找到定位了 那我们建构呢 所谓的这个部落地图 那我们选择在 2002年的12月10号 那12月10号是什么日呢 国际人权日 所以在国际人权日的时候呢 我们用一个这个直升机的这个计划 能够呢 带呢 从19 这个11年以后 被签下来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当时还是小朋友 七八岁或是十几岁的 那中间已经隔了六十几年 所以他们已经变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用直升机呢 载他们到呢 这个当时那本路的核心地带 受注在所 他们在那个地方接受呢 帆同教育所的这个所在 所以呢 带他们呢 这个 做直升机呢 来到呢 这个帆同教育所的时候 他们很有默契的老人家 自己在呢 这个朝东方的 这个帆同教育所的升旗台 那 他们脱帽 然后呢 唱了 金之代 日本的国歌 你可以想象吗 隔了六十几年 然后呢 他们呢 这个又回到呢 他们这个 接受呢 帆同教育所的这个所在 那他们万万没想到 竟然还能够 回到呢 埋藏几代的这个 内本路的这个家园 所以他们编唱了 日本国歌 编掉眼泪啊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一年呢 定为呢 这个内本路元年 因为当时呢 陪同的还有呢 这个文件会的主委 陈毅秀 他代表呢 官方的这一个角色 然后签呢 这个元 内本路元年 所以我们开始呢 这个从2002年之后 那 年轻人呢 就会带着呢 这个内本路的旗子 那部落族人的签名 还有认同这个行动的 我们一起呢 重返 那我们呢 这个回到呢 这个受注在所 然后呢 挂旗子 那所以呢 展开呢 这样子的一个 复返行动 目前呢 在上面飘荡的 这个内本路旗子 已经来到 内本路 21年 对 我们从刚才搞到 老师的叙述当中 可以很明显地 感受到两个元素 第一个是历史的记忆 第二个就是说 空间的一些印象 所以说 从这一点来看 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就是广进老师 我知道你在很多的场合当中 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当我们在书写 地方的历史的时候 也应该尝试结合 我们地方的一些地理 的一个特性 因为时间跟空间 是我们讲述一个故事 的非常重要的 两个诸咒 所以呢 对于我们在地要制作 就是我们的部落地图 这件事情来讲 你有什么建议吗 不敢说建议 但是我会说 就是说 从这个地理学的观点的话 地图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它像是一个双面刃 就是某个程度上 它其实也是一个 国家用来控制 跟统治的一个工具 所以就是当 在老师的书里面有写到 就是它其实真的是 日日时期针对这个台湾 做了各式各样的调查 那1929年 这个所谓台湾地形图 的这个测绘 是真的是系统的 是架三角点 然后开始去 去测绘 以一个前所未有的 一个精准度来测绘 这个台湾的三地的一个 一个制图计划 那在这个制图计划里面 内本路那一带 其实还是一片空白 也就是说 这就意味着 至少在1919年 国家的视角 跟国家的手 都还没有进到 那个地盘里面去 那当然呢 就是随着这一个 进到这个战后 我们有这个 在美元的这一个时期 有这个第一次森林资源 跟土地利用调查 所以就开始在这个 美国专家的协助之下 就是我们有这个农林调查队 航空测量队 就开始用飞飞机的方法 直接用俯视的方法去制图 所以某个程度上 其实一直到 一直到那一个时点 就是这一个日治时期的 这个空白地带 才被补起来 那也就意味着 就是说台湾的 上面的每一块土地 它其实就被纳到一个 以经纬度为坐标的 一个地图系统里面 我们虽然呢 这个透过老人家的记忆 跟文献建构所谓的内本路的 这个传统领域地图 那很重要的就是 地图做好之后 那我们再以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然后展开重返 其实我们一直在 这个所谓的新的部落地图 一直在建构当中 那我们透过呢 这个身体实践的过程当中 那每一次走 每一次呢 新的故事被建立起来 那我们身体的 这个跟空间的这个记忆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有新的故事 不断地在诞生 对 刚才Gabtu你也有提到 就是布农族 有一个期待家园的传统 那么从部落地图里面 我们有看到 就是祖先口中的期待家园 其实在地图上看 只相隔一百多里 却无法时常回家 然而这个理念 其实透过了现在的 山上的布农学校 似乎呢 它为我们某种程度 有实践了一个 回家的概念了 那么请Gabtu 你再谈一谈 就稍微简单地 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Mama Hub 这个课程地图 它的一个构想规划的由来 在Mama Hub的 这个课程地图的 建构过程当中呢 其实刚开始 我们没有很有 这个系统核心的 这个概念去架构 我们要推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 课程的单元 那主要是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本身的条件的限制之下 那以及呢 还熟悉呢 这个山林知识的 这些长辈 那从他们身上呢 去把这些知识呢 找出来 那所以呢 慢慢地 这样子的一个 跟土地之间互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知识 这样子的一个技能 然后慢慢呢 有一个轮廓出来了 最后呢 现在的这个Mama Hub 写取基地的 这个整个课程的逻辑呢 第一个呢 就是入山礼仪的部分 入山仪式的部分 这彰显的是呢 布农主对 这个大自然 对他自己的 这个宇宙观 如何对万物的 这个灵彼此呢 是一种对等的 一种关系 所以你进来的时候呢 也非常有礼貌的 透过呢 这个仪式性的过程 来强化这样子的 一个态度跟认知 所以这个入山仪式进来之后 那再来呢 这个用了布农族的 这样子跟土地的关系 那从最核心的 布农族人从家里 这个诞生出来 把旗带呢 埋藏在家屋里头 所以莲包瓜呢 他最后呢 去世的时候 一样 这个像呢 在子宫妈妈的 这个怀里一样 回到呢 这个家里头 这个结束 所以呢 家 这个Luma 那它是呢 这个我们课程 很重要的这个单元 然后家呢 必须要有火 然后呢 这个家人呢 共享这一个 我们说 Dastobanin 就是共享的一个 炉灶 所使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餐食呢 大家都是一家人 然后再来呢 这一个 所以包括烹饪 这一个 使用火的 这个单元 那再来呢 从家屋延伸到呢 山田耕作的 这个部分 那再来延伸到呢 这个猎场的 这个部分 所以它是有一个 空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 概念的延伸 那再来呢 你在这样子的一个 山林之岩 使用的这一个 不管是呢 纤维啦 还是山中啊 在生活工艺上 都会应用到的 这个课程 那当然最后最后 最重要的 还是呢 这一个 要有呢 自己族人的 这一个 历史的一个观点 所以这个是 我们目前呢 在基地呢 整个课程地图 规划的 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葛杜老师刚刚所提到的 Mamhaf的这些 基础课程 想请教 洪老师 那个 这些山林教育啊 对于我们的 现代人来讲 它有什么意义吗 这边就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 自己成长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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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 就是 其实 大概在我 国中到 高中 还有大学的 一部分时期 大学 绝大部分时期 入山其实都是要 申请入山证 然后都其实 这个入山证的 这个管理机关 也都是警察 那我相信 两位主持人 一定我们都有 这一个经验 其实它并没有 离我们非常远 就是山地 它是一个管制区 你不能够随便进去 那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因为 这样子一个 一个 一个 管理的一个方式 所以 其实让 让 社会 对于山 感觉 它其实好像是 一个很遥远的 外在在那里的东西 那在某个程度上 可能就是平地社会 就会开始投注它 各式各样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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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 比如说台风来的话 中央山脉就会被建构成 护国神山 就好像是 它就变成是一个 各式各样的 这种 关于台湾的未来 关于台湾的 现在 关于什么是台湾人 就会把它投注在 那上面 那我觉得 那个 在这个意义下面 建构出来的这个山林 它其实是跟社会 是跟分离 是区分开 是跟人民的日常生活 是不同调 它是外在在那里 一种美丽的 所谓大自然 那这样的想法 其实就很容易 会把原来 生活在山里面 靠山吃山 或者说 它整个认同 其实是建构在 山里面的原住民 就是最明显一个例子 我也把它认为 它似乎是 不属于这个山的一群人 就是在平地社会的 这个理解里面 那其实我觉得 不只是在政策上 要把族人 要把它纳到 这个我们目前的 这个山林的 管理的体制里面 而且要赋予 这个族人是 管理的主体 更重要其实是 透过山林教育 让平地社会 让一般的民众 可以去理解 就是这所谓的大自然 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都不是没有人的 明布隆强调的是 做中学的精神 提醒着学员们 必须要时时刻刻地 意识到人与人 以及人与环境的 互动关系 对布隆族人而言 家有特别的意义 代表的是一个人 在世间的坐标原点 灵魂的来处与终结 一个婴儿出生之后 会将其带 埋藏在家屋的石板之下 而一个老人死去之后 也会绑成 如在子宫时的 暴息姿态 葬回家屋之下 人的一生 从家而来 也终归于家 现代科技影响着 孩子们的生活 经常会因为电脑 电玩或者电动游戏 占去了很多的时间 而失去了 与大自然互动的机会 Gadoo老师 您在中学任教 而且也把这个 山林教育的课程 带给学生以后 有没有看到 他们的改变 或者他们给你的 反馈是什么呢 好的 在我们学校的话 因为我自己本身 除了是社会科老师之外 也是户外探索教育的 这个老师 那事实上 刚刚讲的没有错 在这个 科技冷漠的 在虚拟社会的 这个华世代的 小朋友来说 那身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 感知的能力 确实呢 这个 越来越萎缩了 所以 这种山林教育呢 它的重要性就是呢 把孩子脱离舒适圈 然后再真实的 甚至有风险的 这个 山海野地 让他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才会真正的 那开启他身体的 这个感知能力 而且透过呢 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 让他重新 去呢 跟自己 跟他人 还有跟环境 建立呢 新的一个连结 所以 这种从身体 出发的 这个学习 那是当代 这一个新世代呢 那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这样子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方式 所以 每一次呢 带孩子们 上山之后 那尤其是呢 这一个 没有网路的一个空间 那他就被迫呢 他就是要回到呢 他真实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我们在走这一个 很陡的这个路径的时候呢 他会发现呢 这一个 他自己呢 上山之前身体没有准备好 然后他会不断地跟自己呢 做自我的对话 那 因此呢 当他呢 突破了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过程当中 那 每一次呢 回到学校 他 那种自信 那种 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潜在的 身体的这样子的能力 那被呢 这一个开展开来 那 同时呢 这一个 他跟伙伴之间的 这个互助合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自然而然的 你不是 个人的这个独立体 你必须要学会呢 跟真实的他人做呢 互相合作 所以 我会呢 请他们呢 做呢 最后的这个反思 那 其中有一个 同学呢 就说 如果三 可以说话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谢谢你 你让我 看到我 自己 那所以 这种感性的能力 然后这种 对环境之间的 这一个 透过身体的五感 然后他会真实呢 感觉到 他自己的这种 存在 那所以呢 这一个 户外探索教育 我觉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 一直在谈在山上的 布农学校的设置 甚至是我们 这本书的一个出版 它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就是 社会沟通 但是我们很遗憾的 就是看到最近 就是有一些 不少的登山客 他们冒犯了我们 传统的布农族的 一些禁忌 任意的 就是来到了 我们布农族的 家屋的遗址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 一种情况 我们很担心的 一件事情是 未来这种情况 可能会 就是随着我们 现在的山林 这个解禁 它的发生 可能会会更频繁 所以请广介老师 您是不是在最后 说跟我们 观众朋友们 一点建议 我们怎么样 才能尊重 布农族的 传统的关系 刚刚有提到了 台湾的山林 这一件事情 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都不是没有人的 还有它的主人 那 其实 其实我们常常会说 也许说 这些都是国有地 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 到底什么是国 国家其实是意味着 它是有国民 有这里面的 各式各样的人所共同组成的 那你进到一个人家的土地上面 进到一个主人的地盘里面 这一些基本的这一些 你怎么样子去对于周遭的这一切 去尊敬他们 然后去感受他们 我觉得这一是一些非常基本的 一些国民的一些 素养 素养 对 所以我觉得要在 那老师出的这一本书里面 其实就是在讲是说 我觉得就我作为一个读者 他其实就是提醒出来 他确实 他其实一边即便到现在 他可能都还是是一个 台湾中央山脉一个 最后的一个秘境 可是这一个秘境 我觉得老师这一本书 其实就是提醒我们 这一个秘境 它并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 过去是布农族的家园 然后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 族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家园 但是他现在又要回去 重新去把这个家 再把它做出来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去成为一个新的布农人 那我觉得光是这一点 其实就可以对读者 带来很大的一个启示 让你去知道 这个进到这个 即便是这样子一个 中央山脉最后的秘境 它其实都还是是 过去是 现在也是某个人的家 那你进到别人的家 你就知道你应该要怎么样子 去做一个好客人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一个 一个基本的想法 不用去施加太多的 就是我们现在山里面的规则 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 应该就是那些基本的心 其实就是这个基本的心 对对对 基本的这个心 进到这个人家的家里面 就只要做一个好客人 是的 对 无论是每年的回家行动 或者是部落地图 所规划的课程 都具有明文的意义 大自然就是学校 带着一份前进的心 用身体去实践知识 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地 走进布农族的知识核心 是的 独立创作节目 将持续以书籍 文献 音乐 以及影像 和其他的文学艺术创作 为您分享 更广阔的乐听世界 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今天的节目 独立创作 用阅读看见创作的美丽 独立创作 一起深入原祖民族的世界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